其實去年一整年我都沒有出新書 這次親子之憂班 當初編輯部在跟我訂書名的時候 本來他們訂了親子之憂班 我的第一個想法就是說 會不會太強調了 好像一般大家講的知憂 後來他們就跟我解釋 說許醫師我們不是說要跟傳統的觀念一樣 去強調所謂的知憂 而是要強調親子關係如何更融洽更和諧 所以不是孩子的知憂班 是父母 老師跟家長都要一起來參與的知憂 而且這個知憂並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的只有功課好 強調競爭 最重要的是如何培養自信心 在快樂當中的一個學習 這裡面序的這一個部分 我可能可以先跟大家來分享 因為這一篇序也是讓我覺得蠻感動 事實上這篇序是之前有一個老師 他把他所學到的賽斯心法用在學生的身上 那他覺得效果非常好 所以寫了一封信給我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說 徐老師 你好 我是彰化縣普新國中的老師 接觸您的書將近兩年 自己的改變是必然的 我帶的導師班即將畢業 我將送給我的學生每個人一本許醫師的著作 希望孩子們收到的每一本書都能由許醫師的親筆簽名 這對他的學生將是一件很特別的一件事 那我的班級幾乎是全世界最有靈性的班級 國二的時候 我空降擔任這一班的導師 第一學期 班上的狀況非常多 有割腕的 有想自殺的 有打架的 有霸凌的 諸多的叛逆行為 那後來我給孩子們聽 許醫師的冥想練習有聲書 常常講您書中的觀念 跟他的學生分享 兩年下來 這一群的孩子 只要聽到冥想練習的音樂 就會自動安靜地坐下 在您的隔空引導下 我的班級越來越優 透過一段時間的練習 我記錄下我帶領這一班的活動 並以 愛 蛻變301為題 參加一項名為 Super教師的徵選活動 很順利地得到了獎項 因此 因此在我的這一班即將畢業的前夕 我思考著該送給什麼樣的禮物 給這一班最有靈性的學生的時候 他說我的著作就是他的最佳選擇 也期望能夠像散播種子一樣 把這樣的正面的能量傳遞出去 他是 彰化縣普興國中的這個 葉老師 來我們先給這個老師鼓掌一下 好不好 其實看到這樣的信 其實我會非常的開心 尤其是現在真的很多的老師 面臨的教學的痛苦 學生的霸凌 反叛的一個事件 看到有一個老師 可以把賽斯心法用得這麼好 其實我很開心 好像是有某一個學校的老師 好像也是聽到了這本書後面的 不是剛才他講的那個CD 是另外這本書後面另外附的這個CD 因為這個CD裡面有三段冥想 第一段是如何讓孩子愛上學習 提升孩子的學習的創造力 第二段是如何讓孩子 找回健康快樂的人生 體驗 我們今天的主題 恩從感 第三個 如何加強孩子的信心 加強孩子的自我價值 讓孩子 能夠越上學 越有信心 這個後面的CD主要 這是三段的冥想 那好像也有一個老師說希望 這個來copy 三四千份 來送給全校的師生 那我們 這個東西就會委託給我們賽斯文化 或是基金會 來進行這樣的一個活動 而如果各位 你們要 書也好 CD也好 那如果要來推廣的話 也可以跟我們的基金會 跟我們的賽斯文化 來做一個聯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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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